没离婚却单身 有多少姐妹的感觉跟我是一样的 直到我前几天看到了 孙丽在结婚九年的时候 给邓超写的一封信 她说你是个夜帽子 我呢却喜欢早睡早起 你是无辣不欢 我呢却喜欢清代饮食 你喜欢每天和人聊天呢 我却喜欢安静不说话 哎呀咱们俩的各种习惯 爱好追求都不同 能够在一起生活14年 结婚9年还有两个孩子 真的不容易 这在早些年呢 孙丽也会觉得有无尽的孤独和委屈 但是呢她后来看清楚了哈 你有你的喜好 她有她的向往 总是期待他人按照自己的要求做事 注定是相处痛苦的 所以呢她就选择了 打消改变对方的念头 于是呢她就是在自己拍戏之外呢 去积极地安排自己的生活 广工园 做手工 种菜 交朋友 画画写字 读佛礼 忙得不亦乐乎 但是没想到的是哈 这个邓超慢慢的也被她的兴趣爱好所吸引了 现在跟着她一块早睡早起 还一起喝波尔茶 逛公园 她呢有时候和邓超说 哎你忙你的去吧 可是邓超却说 哎呀我喜欢和你一起做这些事 孙丽的这些做法呢 让我想到了心理学家荣格说的那句话哈 你连想改变别人的念头都不要有 要学习像太阳一样 只发出光和热 我就突然感觉哈 像孙丽和邓超的这种相互模式 跟我和我老公的相互模式挺像的 两个人的性格完全不在一个轨道上 而且也感觉是越走越远 老公也曾经抱怨哈 我的学习能力太强 她跟不上压力很大 她说我说话太强势 总是一语道破 不留情面 她有些接受不来 我感觉自己遇到问题了 没人商量也很孤独 她却觉得媳妇不够温柔贤 我们两个都曾经试图去改变对方 但都没有成功 那会儿每个人都非常痛苦 后来呢我看了一部纪录片叫 人生果实 90岁的修一和87岁的英子 结婚60多年了 她俩在兴趣爱好和生活习惯上 也和我跟老公一样 完全相反 那修一呢喜欢吃土豆 英子说我一听到土豆我就饱了 英子喜欢吃这个西式早餐 修一呢却爱吃传统的日式早餐 记者采访修一的时候问 你是不是觉得英子身上的缺点很多 就一去说她就是这样的人 我娶她的时候我就知道 并且呢她的缺点也不一定就是缺点呀 只是和我的看法不同罢了 那我只要管理好 我自己看待这个世界的角度就可以了 那我觉得修一说的话 真的很有智慧 尊重永远比控制要重要 是夫妻之间相处久了 就很容易把问题啊矛盾啊 归结到这个对方身上 其实婚姻里边互相挖扯 欧气呢 这是一件最难的事 这是把自己的思想 钻在别人的脑子里 所以呢 马克里维在偷影子中写道 你不能干涉别人的生活 就算是为了对方好 但这是他的人生 的确是啊 咱们人类的本质呢 是自尊和自由 幸福的婚姻呢 基于深厚的友情之上 尊重对方和谐相处 而不同的才是正确的相处方式 这个不叫妥协 而是一种智慧 所谓的经营婚姻 到头来呢 其实还是在经营 咱们自己的人生 情 pueblo的一种智慧 地都尝了 也是一样 含镰 грив言 找到 以切 窥 方 感谢观看